那么经过了这两天的一个比特币 在这个23000 22000这一带的进行震荡了 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它即将会走出这个区间 具体的话怎么去走 是吧 我们要去通过复盘一下 比特币最近的一个走势 来得出一个更有效 对我们去做单子 更高效的一个方法 是吧 那既然去走了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们说过 是吧 它必然需要去双底的一个形态 形成一波反弹 但是这一波反弹 也是短期的一个反弹 它并不具备一个扭转 扭回头的一个情况 有很多朋友去说 有很多博主说 它已经出现一个扭回头 但是不要去乱去猜测这一切 凡事又有一点依据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从比特币日线级别 去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图表 一个走势了 它的一个下降通道 其实已经被打破 打破之前在这个位置已经被打破 在一个21500美金的位置 但目前来看的话 它这个位置打破了以后 它并没有去脚趾一下子冲得更高是吧 反正它在这个位置选择一个震荡 慢慢向上的一个情况 那么之前也是走了一个这个区间 之前我们说过了这个区间 也是经常去走了一波震荡反弹的一个区间 但这个反弹并没有去走了 这一波标的是吧 之前它是在这个位置走了一波是吧 这一波反弹这个位置也是有一波的一个突破 突破这个趋势以后随后进行一波上涨是吧 上涨了这个位置之后又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回调之后 在这个位置震了一段时间 反正它在这个时间段这一片 它是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 那么现在也毫无例外它突破这个位置 会像之前一样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回踩一下是吧 回踩是吧 回踩继续去走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 震荡的一个行情 或者是直接是回调到之前的一个18000 19000这个位置 以后再继续反弹是吧 继续走这样的一个行情 再走一两个月时间之后 一天就突然跌下来 它走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必然是能也因为的话 它是走了这样的一个行情 它会这样走是吧 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目前来看的话 它必然是走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 不会去走的太偏差太多 我们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它不会去再去冲破之前的一个高点 就是27600美金位置 也不会突破之前的位置 因为的话在网上的话 上方全部是套网盘 上方这一片全部套网盘 那么你上去 你装扎 你会拉上去让别人解套吗 是吧 交易所不会拉上去让你去解套是吧 它必然会在这个位置 去震荡一到两年的时间之后 让你来筹码 割药是吧 你不割药它是不会拉上去 当你割药的时候 它就砰砰砰的往上涨 这个交易所的后台其实都看得到 所有的像币安火币OK等等 这些大型的交易所 它都看得到后台的数据 只要有人做大单的话 那么必然去要报你一些合约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上最大的庄家 其实就是交易所是吧 交易所想要你去赚钱的话 也会让你去赚钱 但是如果它在上方的位置 往下的话 比如说你在网上抛到上方的位置的话 是吧 拉到上方 比如说我们拉到一个套老婆 上方是吧 拉到这一片去 那肯定有很多人卖出 卖出谁去接是吧 那肯定是去装家去接 那交易所肯定要去接 所以交易所的话 不会那么傻 拉高让你出货 不可能是吧 我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 虽然它这样去走 那必然有去 有它的一个道理 是吧 它这个位置上方的一个压力 还是来到我们的一个23700美金 这一带的一个水平 这个区间的话 也是多次的一个接触点 这位置也是多次的一个接触点 那目前的话 它四小时级别 其实它是有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是吧 我们说的上方的一个阻力 在一个23100美金的位置 没有突破的位置 可以去继续去考虑去做空 0轴上方的一个死差 这个位置 想要去在这个0轴上方 想要得到一个支撑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空头逐渐去缩量了 没有去继续放量 所说在这个位置出现一波反超 一天之内的线 我们来看一下 日之内的线的话 它是MSID的话 它是在这个位置穿0轴了 穿0轴 想要去突破吗 那之前的话 这个位置也是穿一波0轴 穿一波0轴之后 去放量了一波 放量一波 这个位置穿0轴是吧 放量一波 这个位置也是有可能会去 放量去突破一波之后 又继续现场回调 现在的概率的话 反弹之后再去 考虑去做空 目前的话 虽然是一个短期的反弹 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做多 还是等它反弹高位 再选择一个空头的一钢金 目前的话 报的一个空头差不多了 在这里两回的一个震荡 是吧 这个区间 是吧 这位置拉上来 拉到一个22,000 然后再降线上下到18,000 又拉上去 到一个22,500 又拉下来到19,000 这个低点 我们说的一个低点 不断的被抬高 高点不断创新高 它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 反弹过程 但是在这样的反弹过程的话 倒霉到阻力的话 都是可以去考虑去做空的 因为的话现在仍旧是在损失当中 不是一个牛航行 短期的一个警惕一个 熟市上面的一个反弹 熟市上面的一个上涨行星 警惕要是吧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 有很多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机会 是吧 以太坊这一波的话 它是在一个日线级别 这里表现的非常猛 是吧 它已经突破 这个 这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日线级别的下降 那它在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形成了一波 这个位置也是形成了一波 一个上涨行情 这个位置突破 突破之后 13300美金位置 突破之后 又一波非常巨大的行情 那么现在的话 突破这个位置 又突破了1550美金 所以说它这个位置 居高不是很难下来 而且的话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穿这个零轴 穿这个零轴 那么说过了 上个视频 我们也说过 在这个1600附近 可以考虑这个空头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多头的话 仰介质放量继续向上涨 那么 虽然这个这个零轴穿方的话 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 什么 我们说的MCD的话 出现一个死差 在这个零轴穿方 这个位置的话 已经去放量去向下跌了 跌了一波 那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位置 MCD的话 不断去创一个低点 而且的话 价格在不断的去创新高 我们说的这个位置 已经出现一个背离了 说明这个多头的话 目前的话 短期之内是在衰竭的 是在衰竭的 是吧 从40小时之内的话 是在一个衰竭的一个状态 从这个 20号开始 就开始衰竭了 但是它的一个 还在继续进行反弹 说明这个位置的话 是一个多空去交战的一个区间 是吧 这个位置 在这个1450美金到一个1650美金 这个区间是多空去交战的一个位置 去争夺的一个位置 那目前的话 它走出来没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四小级别 这个位置 它已经有一次去跌破 但是的话 这个位置是吧 它去跌破了一次 这个位置 但是很快 目前的话 有一波的一个反超过 是吧 这个位置已经跌破 在这个1570美金的位置 已经跌破 但目前又重新去占这样的位置 但是没有去占上这个1550美金的位置 也没有占上1700这个水平 没有占上上方这个位置的话 说明这个上两趋势的话 是被短期是被打破了 打破了是吧 那目前它要向下跌的话 它在下方的一个支撑 我们来看一下 下方的支撑 测量一下 下方支撑是在1550美金这个水平 那么四小级别的话 在这个位置的话 想要进行反超的话 这个 我认为的话 它还会继续进行穿零轴 因为之前有两次的一个穿零轴的一个情况 这个位置也是穿了一波零轴 是吧 这个位置穿一波零轴 这个位置反弹一波之后 你看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一波的一个 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一个跌破之后 那么在这个位置震荡一段时间之后 又进行穿零轴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 那么之前也是这一段也是一样 它这个位置反弹之后 去跌穿了以后 那么有一波的一个 这个位置 跌穿了以后 有一波的一个回调 是吧 调整了 然后再进行反弹的高位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也是一样 它可能会在这个位置震荡一段时间之后 要进行一波的一个调整 那么下跌可能会回调到 但是它可能不回调不到这个1300那个水平 是吧 除非黑天鹅的时间是吧 再回调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还是水平 还是比较压力 之前的两处压力的话 已经变成一个支撑 所以它可能会 最低的位置 可能回调到1400到1300 这一段的一个水平 它不会回调到更低的一个位置了 是吧 这个位置 这一片是重点 要关注这个水平 这两天 要去关注的一个 以太坊的一个 警惕的它一个 从事上面的一个上产行情 是吧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每点关注 点关注 点点关注的话 请分享 好朋友 好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